把車開進巷弄裡 或者魚狗一統往返行走 還曾騎著機車出現在巷弄之中 更有徒步情節 這些都是同一人所為 化名小美的當事人 發現自己遭到跟蹤騷擾 就連停在路邊的愛車 也被行為人盯上 於是決定裝設兩個角度的監視器 就連愛車裡頭也有行車記錄器 展開一連串搜證 關鍵的跟踪騷擾防治法 在2022年6月才上路 加上行為人期間 34個月不曾再出現 直到再度現身 小美繼續搜證 長時間射路整理出700多個影像檔案 警方截圖佐證時 截取兩張行車記錄器影像 以及30張監視器畫面的照片 法規寒明施行讓搜證一度做白宮 小美等到機會捲土重來 一撞告上法院 本署檢察官偵查結果 黃姓男子坦誠犯刑 並就跟蹤騷擾防治法 去年6月1日生效實行後的犯刑 提起公訴 夜經法院判決 拘役40日 忍住恐懼 冷靜走過長達一年半的搜證時間 小美最終獲得法院判決 34歲黃姓男子 拘役40天的結果 三連新聞男投